幾個月之前在網路上買機票的時候 查詢馬來西亞呼召入境烏克蘭是不需要簽證的 但是在 過境的時候 包括我們出境波蘭都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入境烏克蘭的時候就突然間海關就說要簽證 然後加納當然有嘗試溝通 但是海關非常的兇要我們立刻下車 要我們三分鐘之內下車 然後因為我們是我跟加納還有加納的妹妹三個人一起回去 加納的妹妹在另外一階車廂跟我們有點遠 那我們的主要行李都放在妹妹那邊 我們是來不及拿行李就被 趕下火車了 而且我們 差不多所有的錢也是在妹妹那邊 我們在 妹妹身上還放了一千塊美金 也跟著妹妹一起回 回烏克蘭 然後 當下有沒有考慮讓加納自己先回烏克蘭 我沒有想過這個 因為我知道如果是想 一個人下車他會很糟糕 因為烏克蘭人他們很喜歡騙錢 特別是騙外國人的錢 所以他們 依然我們下車他們就要騙我 但是拜託我是從 從一出生我就是在烏克蘭長大 所以跟我不好溝通 我就跟他說你是神經病還是什麼 我不會付給你錢 後來他們就 給我們一個 30高的但是也沒有那麼快 的價錢 然後我們 回去 波蘭 我覺得如果只想一個人 就 在他們那邊可能 完全 沒辦法想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沒有想過要離開他一個人 然後這趟 原本我們的計劃其實是不太需要到烏克蘭去辦理登記手續 因為 馬來西亞有烏克蘭的大使館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選擇 再回到馬來西亞之後再去烏克蘭大使館完成最後的 婚姻註冊的手續 讓我們的這段歡迎在烏克蘭也是生效的 我們是在烏克蘭要辦我們的 寶寶的 新帖派對 然後媽媽已經住了餐廳 我們 約了所有的朋友 還有 就是 全部的東西已經準備好了 現在我們不能進去烏克蘭 我們的 新帖派對 拜拜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 重新計劃這兩周在 華沙的時間 然後包括 加拿的家人現在也在 來華沙的路上 我們就要在這邊 計劃度過兩個禮拜的時間